B站的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 同样是2000年 这个开启的年份 这个世纪之交的年份的一部重要电影 那么它就是贾张科的站台 大概这也是进入到我们这个影片序列当中的第一部 第六代电影 也是这个几乎唯一一部 严格意义上的独立电影 大家知道所谓的独立电影的那个这个概念 是一个全球通用的概念 比如说我自己是在准备这个序列的时候 有些惭愧的惊讶的发现 雪岸华导演中其一生是个独立电影人 那我们说独立电影主要是指它和当时的制片机构的相互关系 它不从属于某个制片机构 它不是在某个制片系统当中进行它的创作 而当然必须要谈到的就是说 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之间 中国开始出现独立电影 出现独立电影运动 它本身确实是一个与整个中国社会的变化 与中国社会体制 这个工业体制 经济体制 具体到我们讨论的内容 就是和整个制片系统 制片体制 然后发生这种巨大的变化 老体制的崩解 然后新体制 借助老体制 在老体制的基础之上 在老体制的废墟之上 再度建立起来的这样一个过程彼此相关 而这个贾长科的站台 是作为第六代的 并不是最早的那一批 也不是最早的那些代表性的作品 而是相对的中期的这样的一部作品 但是也可以说毫无疑问的 它是第六代的 或者说中国独立电影当中的一部 非常突出的作品 而且它也在作为电影 作为电影文化 作为对电影语言的这种自觉的思考 和个性化的使用 作为独立电影 和最终它某种程度上 进入到我们中国的电影发行系统当中 它同时成了另外一个具有标识性的 标识出转折点的 这样的一个时间点 这样的一个作品 这样的一个现象 同时它确认了这样的一个电影人 也就是贾长科 那么某种意义上说 在今天的世界范围之内 贾长科仍然在某种程度上 接替了曾经的黄土地 陈凯歌 曾经的张艺谋 这个大红洞楼高窝挂 局斗 而成为了这样的一种 中国艺术电影的一个代表性的形象 一个代表性的称谓 而在这种意义上说 它的故乡三部曲 也就是以小五作为开启的 以这个站台作为第二部 以任逍遥作为第三部的 《国乡三部曲》的这样的一个序列 为他个人赢得的国际声誉 同时也是作为第六代的这样的一个代表性的作品 作为一个由第四代 第五代 第六代 延续了十余年的这样的一个中国电影新浪潮 或者叫中国新电影当中的一个末端的这样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当然它同时是贾彰科个人作品序列的这样的一个开端 一个前端性的作品 那么大家如果看过站台 我想大家可以和我分享一些我对于站台的体认感悟和思考 我很关心大家是以什么路径 以什么方式 在什么地方看到的站台 因为你的观篇方式 你观看的介质 可能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你对站台这部影片的体认和理解 我自己印象非常深 这部电影是我在大荧幕上看的 而这部电影的那个大荧幕是非常独特的 是在某一处的这个露天的汽车电影院 是在这个新世纪之初刚刚兴起的在中国北京郊外的一处这个大型的停车场 一个非常开阔的空间当中 在这个这样的一个场域当中大荧幕放映的 所以他确实当时使用了一个在当时那个尺幅非常大的荧幕 以便让在这个开阔的空间当中坐在轿车里面的人能够看到这部电影 而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 这部电影开始放映的时候 大家发现它是一个没有字幕的版本 而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故事当中 几乎所有的角色都在使用这个分扬 山西分扬的方言 所以大部分的观众在电影开始不久 就开始有骚乱的那个有点骚乱的状态 最后导演贾张科自己走上前去 然后那个对着那个迈克说 我来做现场翻译 由导演同声传译普通话观看的这部电影 那么这样的一个超大型的电影空间 又是一个非典型的电影空间 又是一个在世纪之初很具有标识性的 因为那个时候私人叫车开始普及 但还尚未像今天这样的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 所以汽车电影院 郊外的汽车电影院 然后大荧幕的放映本身 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记忆非常深刻 而且意味非常丰富 可以回味也可以追问的那样的一个时刻 那么我说大家以不同的戒指 以不同的方式 以不同的空间看到这部电影会影响我们的观影经验 导演贾张科也说 他自己第一次和这个影片的盗版碟相遇的时候 他的那个非常复杂的那个心理情状 而他的回忆录当中包含非常有趣的段落 就是他自己出席了他自己的盗版碟的这个放映 到那样的放映现场去这个参与和观众的互动 和观众来交流关于站台这部影片的体认 每一个中国导演对盗版DVD都有非常复杂的感情 一方面他侵害了我们的权力 我们一分钱都收不到 另一方面我们电影通过这样的盗版的渠道 被公众看到 那么这本身是一个中国电影史 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段 应该说也是一个中国电影 在中国社会体制转轨 中国文化转轨 中国电影体制转轨的过程当中 一个艰难的 但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时段 某种意义上说 那个时候的新媒介 使得电影王国的高墙坍塌 使得电影的门槛 瞬间几乎变为乌有的时候 无数爱电影的年轻人 拿起摄影机去制作他们的影片 而这样的一个媒介转移的历史契机 所创造的这样的一个电影热潮 一个电影创作的热浪 客观上为未来的中国电影崛起 未来的中国电影产业的这个迅速的重组和扩张 积蓄了力量 这个实践了这样的一种对于电影的爱 并且准备了 未来的中国电影制作的队伍 好那我们回到站台这一部影片上来 不论大家以何种方式观看它 刚才不断的说 观看的方式会影响到我们对这个影片的体认的心态 状态和我们关注的点 但是不论大家用哪一种方式去观看它 可能有个共同的体认 就是影片好长 影片好慢 可能有一部人就会说影片好闷 那么当然我也毫不犹豫地把站台归到闷片 这个行列当中 但是我经常在课堂上跟我的学生的一个半玩笑式的分享是 我说对于这些具有鲜明的艺术电影特征的闷片 如果你在观片过程当中睡着了 或者你关掉你的这个放映设备就走掉了 我理解 但是如果你没有睡着 如果你坚持看完了 你必有收获 那么你睡去了 或者你中途离去的 你必有所失 这是我经常跟大家办玩笑式的分享的一个真实的经验 站台也是这样一部作品 作为一个年轻导演的作品 作为一个年轻导演的事实上明确带有自传性特质的这样的一部作品 它确实够长 而且它的这个镜头节奏 剪辑节奏 叙事节奏够慢 而某种意义上说 这个影片可以被接续在现代主义艺术电影运动当中的无情节电影的行列当中 因为无情节这是一个无情节电影 这本身成为了一个电影史所创造出来的概念 无情节当然不是无事件不是无人物 而是国王死了然后王后也死了是故事 国王死了王后因伤心过度也死了是情节 我们说无情节指的是他没有那种严密的因果链 没有那种戏剧式结构的那个设定性和目的性 而所谓的情节大概就意味着第一幕墙上有一支枪 第五幕一定要拿来射击 第一幕有人提醒说擦枪不要走火 那么影片故事当中一定要包含一个擦枪走火引发事端 甚至引发灾难的情境 而当我们说一部电影是无情节电影的时候 是指他没有这样的严密的因果链 没有这样的戏剧性的设定 没有这样的对每一个细节 每一个事件的这个段落或者事件的元素 都被规定了这种功能性的位置和功能性的作用 所以我们说青年导演的作品 《自书传世》的作品和《长、慢、无情节》 他使得这部影片的艺术电影的特质 以欧洲艺术电影作为母本 作为参数 作为范本 我们说他的在这样一个参照之下 他作为艺术电影的特质非常的清晰 但是影片的价值却不远不仅于此 那么我之所以在这个诸多的独立电影的作品当中 选择这部 首先瞩目于他的艺术成就 其次瞩目于这种艺术成就自身 重合着负载着他的文化意义 他的这个在急剧变迁的 世纪之交急剧变迁的中国电影 中国文化当中所具有的这样的一个独特的角色 和这样一个独特的位置 刚才我们反复强调他的长 强调他的闷 强调他的无情节 其实所有这些成功的负载了 或者说成功的构成了贾张科电影的一个高度自觉的 也是作为这个青年导演的发任之作 也是相当成熟的 相当完整的 相当饱满的 这样的一种主题性的建构和主题性的表达 那么这个主题便是时间性 贾张科非常自觉于电影的时间性特质 电影对于时间性的捕捉 对于时间性的在线 和对于时间性的这样的一种把握 及其体认 我们说电影是完整的时空艺术 电影是时空艺术 电影是一个有着完整的相对时空结构的艺术 时间原本是电影的原主题 而贾张科强调时间性和在站台当中关于时间性的表达 相当独特的 又是相当饱满的 同时成为影片的语言 影片的倍数事件 影片试图去碰触 并且最终使我们可以去分享的那样的一种电影的呈现 那么我们说时间性 在贾张科这意味着什么 显然非常清晰的时间性 首先是高度自觉为电影是一个作为影院艺术 它是一个在限定时间之内 达成一个完整的艺术呈现的艺术样式 电影的时间的限定性本身成为电影的本体性的规定 成为电影艺术出发的前提 这也是我到今天为止仍然坚持电影是影院的艺术 坚持保卫影院就是保卫电影 而保卫电影或许有保卫社会的意义的原因所在 因为我们在影院中观影 所以决定了电影的时间 一部故事片的时间 尽管故事片拖得越来越长 大概三个小时还是它的上限 那么一个半小时 事实上作为人眼的自然的疲劳极限 成为故事片最恰切的一个长度 那么在一个限定的时间之内 我们的观影过程本身是一个半小时的时间的流逝 同时是在一个半小时当中 经由曾经是这个连续运动的 这个在摄影机当中旅行的这个胶片 所展现的这样的 所经历的这样的一段时间 而且他同时要在这个限定的时间之内 去向我们再现一段生命的流逝 那么贾张科的这个对于电影与时间的把握 首先是一个对电影媒介的高度自觉 和对这个在媒介自觉的基础上的一种 带有自反性的反身性的表达 其次他说 时间就是我们生命的一个最基本的事实 这不是他说的 这下面就是我说的了 我说因为向死而生 是人类生命的一个最基本的悲剧性的事实 好吧 后面这句话是贾张科在很多不同的地方反复说过的 他说悲剧性来自于生命自身 悲剧来自于生命自身的不可暂停 生命自身的不可逆转 和生命自身的这个流逝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这是他的所谓时间主题 以及站台的主题的一个突出的特质 那么同样大家如果看这部电影会注意 在这部电影当中 他的主角们是生活在 工作在一个文工团当中 那么这个文工团从影片开始的时候 作为社会主义体制之下的基层文化机构 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国家的这个文化生产 国家的这个意识形态宣传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构建 到最后他变成了一个商业性的谋生的流浪大棚车 流浪剧团 这样的一个变述过程本身记录了一段特定的历史 而与历史相关尤其与现代的历史观念相关的一个最基本的参数 当然是时间 是时间的绵延 时间的断裂 这个在时间当中的变迁 在时间当中的这个权力更迭 但是很有意思我们将看到哈 在影片当中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进程 直接的成为故事中的主人公 也是故事中的小人物的命运的最大的不可见的书写之手 它是一个故事情境的最为内在的或者核心的推动性元素 但是在贾章科的叙述当中 在他的故乡三部曲当中 所有这些大的历史变迁自身 又是一个外在的遥远的 故事中的小人物难于去触摸 更无从去把握的元素 那么于是历史之中的时间流动 历史之中的流逝 在影片当中 它同时更为具体的被呈现为 小人物的个人生命的体认 个人生命的进程 那么用贾章科的表述就是期待 贾章科的原话说 是因为你期待的对象 你期待的结果永远隐身在时间深处 你必须经历时间 你必须耗尽时间 你才能抵达结果 你才能获知你是将获得还是你将失去 那么我的补充是 也许是当你获得的时候 你才知道你可能获得到的那个对象物 并不是你曾经期待着的 那样的一种所在 那样的一种意味 那样的一种给予 再更具体的说 在这部影片当中 贾章科的那个自述传式的元素 或者说他和贾章科的个人生命的 那个高度的相互对应 高度的对位之处 我们也可以说 故事当中的主角崔明亮 某种意义上是贾章科的替身 贾章科的面具 贾章科的这样的一个化身存在 贾章科的一个荧幕分身 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描述他 这个角色 这个角色的经历 这个角色在经历这段时光 在穿越这段生命的时段的时候的 那种精神状态 在很大程度上是贾章科的自我书写 那这战海这个电影 对我来说 首先是80年代的生活 因为我自己80年代这10年 正好是我从10岁到20岁的一个过程 那就是一个精春期成长的一个过程 那另一方面 8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 中国社会发展变化最快的10年 那社会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 另一方面我想拍一个电影 它有漫长的时间 它有时间对人的摧毁 人和时间的斗争 它是我特别想拍的一个制作 所以拍完小五之后 我没有办法去做别的电影 我觉得一定要把站台拍出来 它就像我心里面压的一个石头一样 我如果不把这个石头搬走 我没有办法做其他的事情 说实话 那个时候制作的条件并不是很好 其实还是非常有限 但是我仍然去拍了它 因为我知道我绕不过这个电影 然后就在99年开始拍摄 那个时候作为导演 我觉得我那个时候非常的敏感和脆弱 在电影的开场有一个他们排练的镜头 一个男人在拉手分清 一个在吹笛子 就是那样一个文工团的场面 那个场面我拍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哭了 我觉得能够重新看到 看到记忆深处的东西 是一个非常美妙的一种悲伤 我们大概没有时间展开 这样的一种自书传式的书写 这样的一种青春日记式的 背数 作为电影的背数事件的特征 是第六代发任时期的共同特质 也是第六代在发任时期 他们高度自觉的特征 曾经这个第六代的 这个更早 登临中国影坛 世界影坛的这个青年导演的 用他们的表述方法就是 我们只能去表达我们的身边人身边事 因为我们看不到远处的东西 在我们的身边人身边事之外 所有的一切是在那么遥远的地方 以那么陌生的方式发生 那么这样的描述也可以直接的应用于站台 而且它确实是站台这部影片当中 一个非常突出的语言形态 一直有个非常突出的美学追求的设定 就是那个身边人身边事 就是文工团当中围绕着两对 两组四个男女主任公 青年主任公 那么就是崔明亮和他心仪的 追求的尹瑞娟之间的 这个这一对情侣 那么进而是他们的好朋友 也就是这个张军和这个钟平 那样一对恋人 四个角色 两对情侣 以他们为中心所形成的这个文工团生活 是站台这个故事当中的身边人和身边事 尽管我们刚才说了 身边人身边事的变迁 毫无疑问的是以整个在积变之中的中国的 在1979年到1989年 这个十年之间所那个历史进程 他行购了 他推进了文工团命运的改变 我们更直接一点说 我应该说是这群人这样的一种群体 然后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的一个缓慢 但是持续的近乎绝望的坠落过程 是以那个大的历史同步的 并且被那个大的历史推进的 但是除了他们作为身边人身边事被体认 被记录被书写之外 那个大的历史 大的政治事件 大的国家层面的变迁 在影片当中 它呈现为一种空间性的距离 那么非常具体的说 这是一个从中心城市 核心城市 大城市到县城 内陆 前发达 发展中 区域的这样的一个县城 之间的这种空间的距离 这个空间的距离 形成了另外一个层面上的时间的落差 那么那个在外面的世界 在精彩的大世界 大家注意到贾张科对流行歌的偏爱 流行歌在贾张科电影 在贾张科电影的叙事 在贾张科电影当中的那个 声音层面的建构当中 所居的重要位置 我们先不去讲流行歌 我们只是说 在这儿他直接让这句流行歌词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变成了这个张军写给崔明亮的明信片的内容 而这张明信片是张军从深圳 寄往小城分扬的 那么那个外面的世界 在站台当中 也在很多很多的贾张科电影当中 都被结构为声音空间当中 来自于公共媒体的 来自于官方媒体的声音 在影片当中开始是广播的声音 后来成为了这个电视 电视的声音 从前面的这种新闻联播式的这种阳刚的激昂的这个标准的男生的新闻播报 然后逐渐变成了更迭之中的流行歌 然后逐渐变成了电视剧的主题歌 逐渐变成了电视剧当中的人物对白 那个声音的发出声源 它的发出形态的变化 本身又是一个计数了时代和计数了时间的标识 但它同时也成为了一个以声化组合的方式 展现的遥远的外部世界和近切的身边人身边事的这样的一个 声化组合所形成的 对于时间与空间 对于故事中的主人公 对于故事中的具体情境的这样的一个有效的感性的 丰满的呈现的这样的一种路径 那么这是它的时间主题 这也是它的时间主题 如何用电影的相对时空结构 用电影的时空元素 用电影的时空语言 所这个不断反身的这样的一个主题 这个电影我觉得它有两组主要的角色 一种一组就是这些年轻人 他们在八十年代的生活 另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流行音乐 流行文化 因为流行音乐和流行文化 是我成长过程里面 对我影响非常大的一个文化上的一个改变 对 你知道我小的时候我的夜晚是怎么度过的吗 就是在七八岁的时候 刚刚文革结束的时候 我们夜晚甚至连广播都 有广播 但是广播都是官方的新闻 什么娱乐都没有 什么文化都没有 什么书都没有 我们度过夜晚的方法就是坐在家里面沉默 我们家一家四口 我的父亲是一个中学的语文老师 我的母亲是收货员 我还有一个姐姐 我们经常晚上在一起是吃完饭 但是大家还没有 还不想睡觉 又没有事情可干 就是坐在那里 话都说 说完了 就是坐在那里沉默 一直到想睡觉为止 等我再大一些的时候 一些大孩子 有一天突然告诉我一个秘密 说你调收音机 可以调到台湾的广播 在台湾的广播里面 可以听到非常好听的歌 然后就开始有了一个秘密 偷偷地去听这样的广播 所以这个电影里头有那么多的歌 也帮助我的中国观众 在回忆我们的过去 回忆我们的八十年代 那些歌里头 不仅孕育了 这些孕场包含了这些人的期待 他们对未来的那种幻想 也凝固了他们的时间 每一首歌都是一个年龄 一个年龄的阶段 我甚至能够透过这些歌曲 想起皮肤 想起我自己的皮肤 想起我朋友的一个微笑 或者说某一天的一个 一闪而过的一个表情 那么同样更为具体地说 我们说在贾张科 自觉地明确地要去捕捉 以电影摄影机去捕捉时间 去捕捉这个无痕流逝的时间的印痕的时候 他明确地用悲剧性 用不可逆 用流逝 用流淌 来表达他 而在这个故事当中 他不仅表现的是这样的文工团 县文工团 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 具有清晰的时代烙印 时代印痕的这样的一种存在 这样的一种组织 这样的一种社会群体 如何最终蜕变为了这个大棚车式的 在那个开场的 带有荒芜感的公路两边 那个就放下了挡板的卡车上面的 那个少女的燕舞 我们只能换引号的 那个燕舞 而除了这个快速驶过公路的汽车 和冷漠的偶然冷眼旁观的路人之外 甚至没有观众的 那样的一种 一种慢意状态 不重复这个主题了 我们说这样的一个 特定的群体的这样的一个坠落过程 在影片当中 首先不是作为历史的书写 首先是作为一种个人的 个体的生命经验的书写 而这个书写就是青春的梦想 青春曾经给予的期待 极其最终当青春流逝 当梦想破灭 梦想坠落 而我觉得在影片当中 其实贾璋科 作为当时非常年轻的一位导演 他相当深沉或者相当深刻的选择 刚好是在于当梦想成真 因为崔明亮如梦如愿以偿的获得了尹瑞卷 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 最后是孩子的出生 这应该是一个梦想成真的时刻 你终于爱人也被人爱你终于娶到了自己心仪的姑娘 即使是这样的层次 它仍然是一个幻想梦想的坠落 仍然是一个青春的流逝 仍然是一个当青春流逝的时候 在青春的梦想当中尝试改变的生命 最终仍然以延续的 无法改变的 难以改变的 或者放弃了任何改变梦想的方式 留存下来的 那么于是这就联系着影片当中一个显然贯穿始终的一个核心的意向 或者说一个潜在的并没有刻意去招力 但却非常有趣的一个象征序列 那么就是火车 其实是火车的笛声 是火车的笛声 大家注意到片头的段落当中是那个文工团演出 我不知道对于年轻的观众 你们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是不是非常的滑稽和荒诞 是不是非常的具有喜剧性或者闹剧性 而对于我来说 第一次看到的时候 还是有一点被撞了一下子 被戳了一下子的感觉 因为它是我的青年时代的记忆 我大概没有真的在舞台上演过火车向着韶山跑 但是我也是唱着火车向着韶山跑 长大的那一代人 那我们先看到的是在舞台上 分阳县文工团演出的那个表演唱 火车向着韶山跑 而人们不过是坐在一个小凳子上面 而且拖动着这个小凳子来模仿火车 而且同时用嘴发出这个模仿火车 这个鸣笛的声音 然后大家注意到 接着他的那个对这个元素 或对这个意象的那种非常举重若轻的 日常生活性的强化 是团长批评崔明亮 说你不好演戏 你不认真 你那个笛声学的是什么 然后崔明亮就理直气壮的回应 说我没坐过火车 我怎么会知道我学的像不像 然后团长的批评是没吃过猪肉 没看过猪跑吗 你难道没在电影里看到过火车吗 那大家知道这个时候火车 也是一个外部的一个遥远的 一个被浪漫化的 被赋予了梦想的 负载着梦想的 关于远方 关于离去 关于改变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象征性的因素 尽管这种象征 他是在青春的日常当中 在小城的日常当中 他未必被自觉 未必被反思 然后在团长这个批评之后 就是那个完全黑下来的一幕 在黑幕上 长长的那个 应该是坐在那个回城的 小巴上的文工团员们 齐声 那个恶作剧式的模仿火车的那个鸣笛声 就在这样的一片恶作剧式的 对鸣笛声的这个模仿当中 那个第一个段落 电影叙述的第一个段落结束 对鸣笛声 对鸣笛声 apoy鸣笛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